李世民全杀死了太子李建成,而太子妃却有这样的结局。 李世民和李建成都是李渊儿子,但是李渊在建国之后尊重了立成为太子的传统,将李建成立为了长子此时的李世民,却又不服气自己长年累月在外征战,结果最大的过失被自己兄长给拿走, 于是就想要取而代之之后以李世民为首的秦王府就和太子党开始了争锋对决阳门战事件,则是将此时推到了明面。 最后李渊不忍心看到兄弟二人刀兵相向,于是就将双方的一些幕僚流放了一部分,但是两者之间的矛盾还是不断的加剧, 于是李渊就将房玄陵和杜如慧驱逐出秦王府并且严令再也不准相见,此时的李世民也没办法了自己的人都被留, 放得差不多了,索性就带着秦雄,魏池公等人在玄武门设下了埋伏,在此伏击了太子党。 自己亲手射杀了李建成李建成失败,之后李世民为了斩草书根就将李建成的五个儿子全部杀害将其全家驱逐出皇室踪迹, 但是李建成的妻子却可免死一,死代价就是沦为李世民的文物, 从此成为李世民的金丝却李建成失败之后,李建成的女眷和李元吉的女眷都被李世民收到了货公李建成的妻子, 就是郑观音,而郑观音出身于行良政家,自己出身于官幻世家, 并不是什么普通家庭祖上三代都在朝左官自己一出生,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所以郑观音不但相貌出众儿,且还有不俗的文化教育, 但是这样的女性并没有像命运安排的那样做皇后儿, 是因为自己丈夫李建成中了李世民的埋伏自己也因此从太子妃变成了一个普通女子, 在也无缘后卫之后一生在皇宫中度过, 但绝不是以往的东宫而是皇宫的一,各小小的偏院而且一个人独自生活了五十年, 自己以七十八度高龄去世他见证了李唐的建立他见证了血腥的玄武门之变, 他见证了长孙无忌的覆灭他眼界,正了武则天的崛起, 不知该说,他是悲哀还是幸运得以善终, 却失去了自由成为了金丝雀。